如果要论我们内娱电视剧最擅长什么,不是选角离谱,不是既想撒糖又想虐神又虐心,更不是贡献年度杀雕名场面,而是空降。 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电视剧空降播出,其中有主演都不知道当天剧播的,由今天订到明天播出的还有剧方都没反应过来,直接一晚上炫八集的。 虽然这些剧在前期宣发上少了铺垫吧,但总比那些已经逊了,终年不见天日的剧要好。 此处飘过一些大家熟悉的剧名,如果剧本身质量过硬,前期宣传的不足也可以靠卖力吆喝赚回来。 从市场目前的状况来看,大部分剧集都选择了主演连麦这种高效拉CP感的解决方法。 8月初为了宣传心汉灿烂,吴磊和赵鲁斯就进行了将近一小时的直播,他们俩虽然通信信号不好,沟通很费劲, 可也因祸得福地贡献了直播名场面,达成了捧手机变出圈,无路可逃全程双向互动,观众磕声磕死的好效果。 可话又说回来,如今CP圈的价值观是聚播的时候,CP中的任何一方,尽量不要在现实中爆出恋爱, 或是要稳定恋爱的另一方过多刷存在感,否则观众和粉丝一定会下头。 按照这个稀粉铁律,主演直播这种剧宣方式就是把双刃剪,虽然它能快速高效地让观众被CP吸引, 但也存在着被全方位扒皮的隐患,还是拿吴磊赵鲁斯举利。 一场直播下来,磕到的人不少,但吴磊在直播中无意暴露的聊天置顶,也打碎了很多人的CP滤镜。 吴磊向镜头展示手机信号时,暴露了自己的微信置顶头像,被网友扒出来该头像, 以似是向寒芝的小红书头像,而当天晚上向寒芝就在某音玩对口形拍视频, 视频里说了一句The internet is 四季, but my heart is for you, 以似在隔空喊话。 向寒芝是02年出生的妹子,算是这两年冒头的新生代演员, 代表作是小敏家里的陈佳佳,距离和黄磊演妇女。 虽然后续网友谍话发现吴磊置顶的用户头像是自己的狗小北, 吴磊后员会发文辟谣,向寒芝本人也出面否认, 但部分科兴和灿烂剧粉还是感觉被割引到, 咱就说这段绯闻到底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 张路人也不关心这些,播放的大部分是饭圈粉丝, 毕竟说不科演员真人只看剧的观众也很多, 过了半个月这种同款直播事故又出现在了《苍蓝绝剧组》。 昨天晚上,王赫蒂和于书欣一起连迈追剧, 看着看着两人因为人设问题发生了口角, 虞书欣说她觉得东方清仓是个爱发火的老公, 而小兰花就是一个爱劝架的老婆, 而王赫蒂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她觉得东方清仓已经做得够多了, 是对方非得再来一个情绪再搞出点事情。 虞书欣听了后表情有点不自然, 接了句你的意思是说我做, 连线那头的王赫蒂明显没get到女生的情绪, 贼拉直男的说了一句, 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这句话简直是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的忠意中, 谁听了不生气, 稍微给大家概括一下, 苍蓝爵有段剧情是男主为了让女主留在他身边, 给他照搬仙界的住所盖了房子, 但女主觉得COPY的假房子再好也不是家, 这里没有朋友更没有家人, 针对这段剧情双方选手开始了不同视角的剧情解读, 王赫蒂比拉克, 我都造了一模一样的房子了, 你还要怎样, 如果不喜欢假的, 那我就把仙界涂了, 我俩再回去。 虞书欣比拉克, 重要的不是房子的真假, 而是家的意义, 你把仙界涂了, 那我家直接没了呀。 之后的几分钟内, 虽然于书欣解释说我不做的话剧情怎么演, 但她的脸色一直不太好, 还拿了玩具熊挡脸, 在书欣不说话的情况下, 王赫蒂还来了句豪爽, 就可能觉得自己打嘴杖赢了吧, 开始一些嘚瑟, 慢慢的, 后之后觉得王赫蒂也发现不对, 开始给对方抛话题, 但于书欣压根就没搭理他, 最后直播结束时, 于书欣那边挂得也很干脆, 如果把这件事情简化一下, 那就是东方新仓和小兰花吵起来了, 因为什么? 因为私命店, 可如果把这件事带入演员, 那就是王赫蒂和于书欣直播过程中吵起来了, 后半程全程尴尬, 热播剧CP恨不得当场结束营业, 怎么说呢? 阿杠觉得这段吵架与其说是直播事故, 不如说是剧本讨论, 就是两个演员以各自的角色视角为出发点产生了分歧, 可在部分追剧观众看来, 两位主演剧轩过程中当场撕逼甩脸子, 这还叫我怎么磕? 两位当场翻脸的样子也太下头了, 还有的网友把王赫蒂与书欣这场直播列为下头剧轩3.0, 说尴尬程度和清平乐, 流离不相上下, 从小编个人观感来说, 苍蓝爵还是比不了两位前辈的,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缺的网友还在出馊主意, 说现在唯一的拯救办法就是官宣, 王赫蒂与书欣在一起了, 直播这段是小情侣在闹别扭, 每个人的CP点不同, 喜恶也不同, 有人看这段觉得下头就有磕的飞起, 这些观众抱着王赫蒂与书欣吵架, 关我通方清仓小兰花什么事的心态, 美滋滋地磕下蓝墙夫妇, 他们觉得最好磕地点是, 王赫蒂身为东方清仓的嘴吕嗲了一番之后, 看似哄得气定神仙, 实则内心慌得一劈, 表面上连喝五口水, 其实一滴没喝进去, 蓝墙夫妇从剧里一直吵到剧外, 相处日常简直就是通方清仓和小兰花的现代日常, 把小兰花对得生气的大强, 整场一个慌乱的大动作原地成为东方清仓, 而除了这两种真情实感的观众, 还有很多像阿更这样看热闹的, 磕瓜子的大家在围观了一晚上后得出的结论是, 事实证明晚上11点不适合工作, 嗨, 谁晚上11点还要装发齐全, 精神抖擞的工作都会有情绪吧, 可能是怕影响灿烂血的收视率, 直播事故发生后, 制片人王依许, 在第一时间发了公告声明说, 王赫蒂和于书欣经常在片场伴嘴, 吵架后也会光速和好, 让网友们不要担心, 而不知道这位江湖人称戏金王的制片人, 是为了剧找补还是想引导观众科真人, 反正他说的这些话狭想空间蛮大的, 新汉灿烂和苍蓝爵两件直播看下来, 直播连麦这件事真的是有利也有弊, 在引导观众追剧, 自主拓展剧情, 鼓励二创和话题入住这方面, 主演连麦确实能大幅度地拉高观众热情, 一些空降剧缺失的前期宣传也可以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直播引回牌面, 可存在的弊端和隐患, 对剧宣的打击也是致命性的, 吴磊的手机界面暴露是意外, 王赫蒂和于书欣的打闹更没法预估, 谁也不知道观众的口碑走向会飘往何方, 不过就阿杠个人来说, 反而更喜欢这种无法预估的直播内容, 不是为了寻求刺激或者绯闻吃瓜哈, 而是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城市化套路化的对稿节目了, 什么时候该问什么, 什么问题要怎么回答, 都提前做好了副稿, 观众只需要看他们表演就行, 这样的安全牌能够保障艺人不出错, 可也规避了高光点的诞生, 很多观众喜闻乐见和反复杂末的东西都不是安排好的, 而是妙手偶得, 就拿苍蓝爵来说, 就算这部剧播完了好几年, 内娱电视剧论坛上也一定会有王赫蒂和于书欣的名字, 谁让他俩是首次在直播中吵架的剧贼批呢? 这样的高观点可能对于剧方, 对演员来说算是个需要补救的黑点, 可对于我们这样没事就爱对内娱指指点点的人来说, 简直是刚刚好, 不管是磕CP的还是原地气坑的, 亦或是搬小马扎的, 大家都能找到最舒服的位置, 三年五载后交流以来也能来播回忆当年, 所以麻烦内娱的各位多来点, 咱们爱看! 字幕志愿者 杀咱们在我的画面里,